骑车经过这条路 整个上下晃动超夸张 一整路骑过去超级晃 行车记录器画面抖道不停 扣扣扣扣一路骑过去 民众PO网说这路况也太烂了 没有铺得很完整 会凹度不平 晃动的程度大概有 整台车会闪架的感觉 民众控诉整条路重铺前 也太不完整 东一块西一块 网友看了也傻眼 对不起是我骑太快了吗 越野被开跑了 这抖动程度是在骑马吧 为什么在狗皮药膏上骑车呢 看画面我的腰椎隐隐作痛了 因为在修路啊 所以都一直都不好 水沟盖的落差太大 然后要散那个水沟盖 因为要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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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养护工程处回应 是暂时性铺设会再请承包商改善 路面让人看傻眼的 还有这这条巷弄内的水沟盖 会不会太多了 一二三慢慢数 竟然高达四十六个 短短六十公尺的巷弄 竟然有四十六个水沟盖 是全国最密集吗 网友看傻眼 这是水沟障碍赛吧 原来是避震测试场 这排水沟根本降速神器 像雨的时候不会很奇怪 它上面会直接滑 会跳动 波浪的那种跳动 当地里长说明 因为常年逢雨必烟 才会增设水沟盖加强排水 不管是巷弄六十公尺 就有四十六个水沟盖 还是骑在马路上超级晃动 像在骑马 奇葩路面状况都意外掀起讨论 记得张苏华 晨山山产屏东高雄采访报道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沉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沉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